哈囉大家好我是Linda 那今天影片內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前陣子在Sephora打折的時候買的一些東西 然後直接用這些新產品上臉 然後跟大家分享這些新產品的使用心得 那如果對今天的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吧 那底妝第一步呢我想先用這個 Primer Cover FX的Gripping Primer Plus Fermi 這一款不是我這次打折的時候買 是更之前的時候買的 因為這一款就是Tati有超級推薦過 所以這一款就是前陣子真的是一直缺貨 這一瓶我真的用下來我覺得使用感覺還不錯 然後它是 它不像一般的Primer那種質地 我試在手上給你們看 其實出來是這種透明的質地 然後完全沒有流動性的這種 它的質感很特別喔 它是 它是這樣黏的有沒有 我一開始以為它會 就是會讓皮膚更乾之類 但是我使用之後我真的發現它不會乾 而且它可以讓你的底妝更持久 因為它就是 因為它是黏的嘛 所以它可以讓你的底妝更服貼 更黏在你的皮膚上的感覺 所以這一款我真的覺得蠻好用的 就是終於知道為什麼它會一直缺貨 那我現在就來上這個Primer 那我自己用這個Primer的上髮 我會是這樣子拍到臉上的 就是我不會這樣去拉 如果是一般像我以前在用那種 比較水潤的Primer的話 我可能就會就是比較大力的拉 但是因為這一款它是比較偏黏的 因為如果它是比較偏黏 然後你又去這樣拉的話 我感覺會很容易讓皮膚有細紋之類的 那這款的話呢 完全是透明的 完全沒有任何那種什麼調整膚色的功能 這一款我覺得它純粹就是讓你的 底妝持妝力會更久 所以這一款Primer我個人還滿喜歡的 而且如果你是乾肌 你怕太乾的話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乾肌 但是我用起來它不會起皮 然後我之前也搭配過它跟其他一些底妝的產品一起使用 但是都不太會有起屑的問題 所以這一款我覺得 乾皮油皮應該都滿適合的 接下來呢就來上粉底 那粉底這次我買的這一個 呃麻煩了 這次買的這一個是Makeup Forever的 Ultra HD的Foundation Stick 然後我的色號是 Y225 因為我看別人分享這支好像滿適合乾肌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直很想買來試試看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比較少用粉底條的底妝 我通常都是用粉底液 然後我之前只有買過另外一支粉底條 是Hourglass的 但是Hourglass這一條對我來說是有一點點太乾 所以我可能夏天的時候才會用到它 冬天的時候我基本上不用 因為我怕太乾 那這一款的話我昨天有試用過一次 我個人還頗喜歡它的妝效 它就是有一點奶油光澤肌的感覺 那我個人覺得這一款的面積還頗大的 就是你上妝很迅速你塗個兩三下就可以完成半臉 那我現在先上遮半邊臉 然後你們可以對比一下上妝前後的感覺 好的我現在是這半邊臉上完了 我上了薄薄的一層 然後我個人覺得它的妝效真的是我還頗喜歡的 就是它還透得出一些你原本皮膚的光澤跟紋理 遮瑕度的話我覺得是中度而已 就是沒有到很遮 因為像我最近其實有點微微過敏 然後有點紅紅的 但是就是大概遮個六七成 那我個人覺得這種妝效我是頗愛的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那種高遮瑕的妝效 它就是上完有一個微微的光澤膏 那接下來呢我就把右半邊臉上完再回來 這一款底妝我昨天其實用了第一次 今天是第二次使用 我昨天用了之後 我發現就是它過了一下子 就是到晚上之後呢 皮膚會有點出油 然後它會變得更難有機的一種妝感 接下來呢來上遮瑕 那因為遮瑕我這次沒有買新的 我就用我舊的 這款是Jeffree Star的 Magic Star Concealer 色號是C10 接下來呢來定妝 定妝的話我用的也是 最近新買的BECA的水散粉 這款我已經其實我已經想買很久 但是我一直沒買 因為大家網路上的評價好像很兩極 很多人說可能過了沒多久 它就會乾掉跟一般的散粉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很猶豫到底要不要買 我最後還是想說還是買一下好了 因為我真的很想知道 上起來濕濕的散粉會是什麼感覺 我昨天其實有第一次使用它 剛上上去的時候是兩兩的還蠻舒服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持妝度跟定妝能力 我覺得真的一般 很多散粉都比它好用很多 所以這款除了上起來會濕濕的感覺之外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因為它的持妝力跟定妝力 我覺得跟一般的散粉差不多 或者是說甚至很多散粉都比它還要好用 而且定妝力比它還要持久 所以這一款我覺得可以pass 但是我今天還是 因為要用新的東西上臉嘛 所以我今天還是用這個來定妝 那這個水三分打開是這樣子的 它真的有跟你說 你每次用完之後要蓋起來 確保它還是涼涼濕濕的這種狀態 它這打開是有一個蓋子 這裡有一個膜你把它撕開 它下面就是一個濾網 那我因為真的很怕它乾掉 所以我就是連這個紙 我都是每次用完之後 我再把它黏回去 然後再把這個蓋子蓋起來 就是確保它可以保持濕潤久一點 好的接下來進入眉毛的部分 那因為這次我沒有買眉毛的產品 所以我就用我之前的 benefit的眉筆來畫我的眉毛 我等一下畫完再回來 好的我剛剛把眉毛跟鼻影都補完了 接下來進入眼影的部分 我超級興奮 因為這次我買了這一盤 Natasha Dinona的Sunrise Palette 然後這盤我真的是 它那時候剛出的時候 我就超級想買 但是因為又原價 就有點感覺買不下去 所以我就趁這次八折的時候 收了它 我真的超興奮的 那這盤呢是比他們 原本平常的大盤還要小的尺寸 也是他們第一次出這種尺寸的眼影盤 它裡面有15個顏色 我個人覺得這一盤 雖然他們家眼影裡面比較划算 CP值比較高的 因為他們家普通大盤真的太大 而且太貴 每一盤都要100多塊 我真的買不下去 而且眼影這種東西真的是用不完 就算是那種什麼迷你盤啊 真的都要用很久才用得完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次出這個size 我覺得還蠻平易近人的 而且我覺得蠻適合的 就是你新手你想要 第一次嘗試拿它 就低頭拿他們家的眼影的話 我覺得是除了他們家那種 真的很小的迷你盤之外 我覺得這一盤也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這盤打開的話呢 它這裡有一面大鏡子 很適合出門的時候戴 這面鏡子很夠用 它裡面的顏色你們看 超美 就是我個人非常愛用的色系 就是那種紅紅啊 橘橘黃黃啊 然後又有一些很漂亮的珠光色 跟一些很漂亮的霧面色 那這一盤它還加了一些那種粉紫調的 反正是那種粉粉橘橘紅紅黃黃的 我自己都很喜歡 那除了這些霧面色之外呢 還有一些很美的珠光色 你們看像這些 然後這個是那種有點紫色偏光 我自己覺得超美 那我今天呢 就用這盤眼影來畫眼妝 那在上眼影之前呢 我想先用這個MAC的眼影底膏 色號是Panterly 稍微打底一下眼皮 好首先呢 我想先用第一排這個淺黃色來暈染眼窩 接下來呢 用這個偏橘的顏色呢 來加上一下眼尾 喔 超顯色 嚇死了 就是再用第一把暈染刷把邊界稍微暈開 接下來呢 再用一支更小一點的刷子 沾取這個顏色 它是紅色珠光 然後是那種金屬光澤的紅色 我覺得很美 那我現在用這個顏色呢 來畫一下下眼影的後半段 太重了 好我好像下手太重 帶一點到上眼影的後半段 所以這盤真的下手要很輕 不然很容易就跟我這邊一樣 失手 接著再拿第一支暈染刷把整個眼妝的邊界暈一下 接下來呢 我想要用手指沾取這個珠光色 點在上眼皮的中央跟前半段 效果是這樣 接下來呢 我拿一支鉛筆刷沾取第一排最右邊的這個 淺珠光色來打亮眼頭跟眼影的前半段 那我剛剛覺得第一排最右邊這個 有點不夠亮 所以我想要再加一點點它下面的這個偏金的珠光色 再來提亮一下眼頭跟下眼影前半段 這個好像比較亮一點 那眼影的部分就這樣完成啦 那因為這次我沒有買眼線跟睫毛膏類的產品 那我就先把我的眼線睫毛膏補完之後再回來 對我剛剛忘記講我除了Natasha Denona這個眼影盤之外 我還買了另外一個眼影 另外一個是這個 Hourglass他們家的Glitter Eyeshadow 色號是Blaze 這一顆的話是我之前去店裡面試 我覺得它顏色還蠻好看的 那這顆Hourglass的眼影它裡面打開 它這裡是有一個透明的蓋子 把它的眼影蓋住 它可能是怕它裡面那個眼影會比較容易乾掉 所以我覺得好像還是每次用完把它蓋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試在手上給你們看一下 它摸起來超好 摸著那種軟軟濕濕的質地 我試在這裡給你們看 哇 欸這個眼閃度 好閃喔天哪 它底色是那種紅棕的色調 然後上面有金色銀色的閃片 我覺得這一顆單上應該就可以了 有點像Colourpub的DGAF那顆單色眼影 我之前影片也有分享過 我覺得這一顆跟那個Colourpub那顆都是可以單插 就可以出門的那一種 接下來呢來上腮紅 那腮紅這次我沒有買那種粉狀的腮紅 但是我買了這個 這個牌子其實我不知道怎麼念 Elia 之類的 它這一款呢是唇佳良用的彩妝 然後我的色號是Starter 那這款我會買的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以前我看Cathleen Likes有推薦過這一支 所以我就想說我一下買試用看看 但是我可能跟它推薦的色號不太一樣 然後這一款我昨天有偷偷試用過 我覺得它當腮紅很OK 因為它的顯色度非常好 然後它是那種唇膏狀的 塞在這裡給你們看 然後它的頭是這樣 這顏色是偏那種土橘色 然後你看把它暈開之後 我覺得超美 而且它完全不黏膩 然後非常好暈開非常好推開 超美的 所以我覺得它拿來當腮紅跟口紅都非常的好看 然後它上起來是那種粉霧粉霧的妝感 那我今天就用這一支來當腮紅 但是要小心喔 因為它很顯色 所以你先點個一點點 然後把它暈開 你看它其實頗好推開的 然後它上在蜜粉後面 我覺得也不會有那種結塊的感覺 你們看這是腮紅上完的妝效 而且就是輕輕用手推開 就非常好推開 很好暈攘 我覺得還是有點透出自己皮膚的那種 紋理跟光澤 我覺得這一個腮紅我覺得很好看 那我剛好手上這邊還有深一點點 我就直接把它上在嘴巴上給你們 看一下它上嘴的效果 還是這樣 開開 很滑順欸 完全不會乾的感覺 很好看欸 給你們看這一款上在嘴巴上的效果 那因為我這次還有買其他的唇彩 所以我就先把剛剛那一支先卸掉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上其他的唇彩跟你們分享 那現在我們先來上打亮 打亮這次用的是這個 是Benefit他們家新出的打亮 然後色號是Cookie 其實也不是他們家新出的 這一個顏色是之前也有在他們的彩妝盤 綜合盤裡面有的顏色 但是沒有單顆 所以他們這次出了一個單顆的 我覺得真的是是時候買它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推薦這一顆顏色 然後很希望它出單顆的 所以Benefit這次終於出了他們這一顆 Cookie打亮的單顆 我就立馬購入 它打開一樣就是他們家一罐的包裝 這邊有個小鏡子 然後有附一支刷子 這顏色真的是美到爆 我示範給你們看一下 好誇張這個亮度你們有沒有看到 而且延展性超高 立刻上臉來試用看看 超級閃 這邊的光線比較明顯 你們看 好美喔 鼻樑也來上一點 嗚嗚嗚嗚嗚 你們看鼻樑這個 超亮的啦 我三根比較塌一點 稍微再加強一下 這個顏色我個人覺得還滿值得收的耶 它粉質跟顯色度非常之好 這個顏色真的很日常很百搭 你之前如果嫌那個綜合盤 太多顏色 你覺得用不完 那時候沒有買的話 我覺得這一顆單色的打亮真的可以收 接下來進入到唇彩的部分啦 那唇彩除了剛剛這一支 是多功能的 你可以當夾彩跟唇彩之外呢 我還買了其他三支唇膏 唇膏第一支呢是這一個 YSO他們家的精管的這一支 就是滋潤型的唇膏 色號是80號 那這支呢我覺得它上起來的妝效 是有一點番茄色的那種水紅色 我試在攝影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可以看到它上上去是非常滋潤 非常滑順 非常清透的這種妝感 我覺得超美的 那我覺得這款乾嘴唇呢 完全不用擔心 它上起來完全都不會乾 那我上去嘴巴上給你們看 你看這個顏色是不是超美 那種光澤感的 好的下一支唇彩的一樣也是YSO他們家的是這個 是他們家也是最近出的非常紅的一款 那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耶 但是英文是Water Stain 應該是水唇釉之類的吧 我記得我之前看別人的影片 色號是617 那這支的顏色我個人覺得有一點像 它黑管唇釉那一款407的顏色 只是質地有點不一樣 我打開給你們看一下 它刷頭也是跟他們家一般唇釉的刷頭一樣 那我試在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它上去非常的水潤 你們看 然後我個人覺得這個顏色也很好看 真的有點像他們之前黑管那一支407的顏色 它就是那種乾燥玫瑰色系的 那我一樣試在嘴上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我個人覺得這一款上上去的感覺 就是稍微在比他們黑管那個再水一點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黏度 但是不會說真的超黏的那種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一點唇釉的那種質地 那我個人覺得如果你有他們之前那個黑管407的話 我覺得這一支應該可以濾過 因為我覺得顏色真的很像 然後整個上上去的質感跟妝感也蠻像的 接下來最後一支唇膏呢 是NARS他們家的唇膏 他們這系列的唇膏好像有出很多質地的 我這款的質地是SHEER 色號是Gypsy 然後我也是那時候去店裡面試一下的時候 我就欸這個顏色還蠻好看的 然後蠻日常的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買來試用看看 因為畢竟這個顏色好像沒有聽很多人介紹過 可以看一下它的唇膏上面就是有顆NARS的字 然後這個顏色是比較偏莓果色的那一種 那因為它的質地是SHEER的 所以它其實上到嘴上 不會像你現在看到的這麼深色 它沒有那麼飽和 它反而是有點清透的那種妝感 那我一樣試在手臂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嗎 它是那種光澤水潤的質地 那從這三個比對 你就可以看到出來 這個是比較偏那種莓果色調的 那我一樣上嘴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妝效如何 這顏色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而且感覺日常也可以用 那我現在上嘴的感覺 感覺它非常的滋潤 就像護唇膏一樣 而且你這樣用它完全沒有黏的感覺 就是非常滑順滋潤的感覺 嗯 這個我覺得我買的蠻成功的欸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個Sephora 新產品上年適用 跟心得分享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呢 記得在下面按個喜歡 有什麼意見的話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喜歡我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這裡 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